12点49分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台南这一位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叫做黄莲佑 他的爸爸呢因为一场车祸脑部严重受损全身瘫痪 而让人难过的是呢妈妈后来是离家而去 黄小弟弟呢是在给阿嬷抚养 连世的打击并没有将他击倒 现在呢黄小弟弟他会利用放学的时间帮爸爸擦身 还有呢翻身而他也立志长大失后 希望可以当医生帮忙改善家中环境 黄莲佑国小六年级 别人的童年开心上学去 放学就去学才艺补习 但是他很不一样 以下课必须立刻回家 因为家中有个瘫痪的父亲需要帮忙照料 这是瘫痪躺在床上的父亲 用尽力气每天见到儿子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鼓励他不要泄气 外人听在耳里其实格外的心酸 阿佑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父亲因为一场车祸躺在路面三个多小时才送医急救 造成脑部严重受损 全身瘫痪 连说话都有问题 更令人难过的是 母亲后来也离家而去 把阿佑丢给阿嬷抚养 这两个孙子 老婆把这两个小孩扑起 把我带到两次 他不爱说 不然他就要等到 孤立营里 你知道吗 我响的 来不及反应感就想说为什么这样 小小年纪就丧失了亲情的呵护 不过连续的打击 并没有把这位看来被上帝一切的小孩打到 阿佑反而展现出超龄的懂事和成熟 除了帮卧病在床的父亲翻背换尿布 阿佑还会帮疲累的阿嬷按摩 每天换穿的衣服 也是自己蹲在浴室用手搓洗 做辛苦 但是这两个孙子做事 以后我感觉我这样很安慰 围络的灯光每天只有在夜深人静的这个时候 阿佑才属于自己的 他可以好好静下心来 不受打扰 好好的温习功课 一 二 三 跳 在家阿佑要照顾父亲帮忙打理家务 在学校很不简单 阿佑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参加T-Ball校队 代表学校还拿到了冠军 也获得全国自强儿童的表扬 人生就像这条跑道 阿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尽管艰辛 他露出灿烂的笑容 影像明天 这歌字很棒 为什么棒 他们第一个在乎我